今天讲一下算法 计算三维投影的面积总和 一般做算法都是在Litcode上 国内的平台的题感觉都有点问题 出题的时候不像是个算法题 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 然后今天难度的就先pass一下 难度的吧 恐怕要讲很久 来一个简单的 看一下这个题的内容 简单的说就是给到了一个二维的数字 然后二维数字的数字呢 代表了这个二维数字在三维中它的高度 那么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形状 这个立体的形状就会在三个方向上 会有不同的投影形状 三个方向分别是XY XY就是平的那个方向 那么它的底座上在底座上投影 相当于是在从正上方去往下打光 那么另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是X和Z轴 第三个是Y轴和Z轴 这个就是从侧面看 那么可以理解是我们从侧面看一个大楼 那么或者一个城市 之前会有这种题叫城市的天际线 那么我们先 题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要求最后结果是算出来 最终的总和 那么所以三个方向上投影的面积的总和 这道题的话 个人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入门题吧 然后最主要考察的是你的三维抽象能力 能不能把这个三维的形状 在头脑中有一个概念 那么如果它没有提供这些图的话 其实很难理解的 那么尤其是如果你在面试里 它可能没有这么详细的说明 但如果你做过这道题的话 就很容易形成这个概念了 那么你如果把这个形状 能够抽象到 从三维抽象到你的数据 那么其实这个题是非常简单的 它主要也就考察你的这种抽象能力 是一个比较入门的基本的题 但是考察的也是非常核心的 编程非常核心的内容 如何去把一个具体的问题抽象成数字 那么你如果理解不了这个题 那这个题后面就不用做了 对吧这是非常非常核心的 就像做应用体 把它把一个具体的应用事情 抽象成数字 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三维抽象成一个数字 一个二维的数字 然后一个高度的表示 然后它的这些侧面怎么样去求解 它的侧面的投影 那么其实投影并不复杂 那么从最前面 第一个层面前面的投影 就是只要存在 只要这个点上存在值 那么它就是有这个前面的投影 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 它就很类似 从不同的侧面 一个是从X这边看 一个是从Y轴这边看 那么然后它在类似天际线这种概念 你从比如说你从东面去看深圳 或者你从北面去看深圳 它是两个不同的形状 这个大楼会给你投出不同的形状 那么从数字如何去表示 如何去计算 那它无非是一个球 取最大值 那么因为它都是从零开始往上拔的 它就取最大值 它也可以更复杂一点 它又分多段的 那你到时候就是求并级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考虑到复杂 它还是很简单的 都是从零开始的 那么就把它取最大值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代码 基本的思路有了 就开始去搞代码 那么你的扣的题是非常多的 所以分一下文件夹 每十个题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然后把它按照它的这个题目的名称 去建立这个代码文件 使用JS的代码先直接贴过来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三个切面的投影拴出来 首先我们就先做三个函数 分别把XY 还有XZ和YZ 这三个方向的投影做上函数 因为它们基本上没有很大的重叠的概念 基本上每个代码每个函数里代码都没有很大的交集 然后我们就直接做三个函数 然后再直接返回的话 返回这三个函数的核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我们程序的框架 然后我们再去想如何实现每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然后代码风格的话 每个人有每个人习惯 我这里的话一般习惯使用倒装了 就是使用JS这个函数生命提前这个概念 直接把函数定义在最下面 然后在最上面写最骨干的代码 这个样子大家一读函数就能知道 我这是把这三个加起来 然后我再去看具体里面的代码就可以了 然后看个人喜欢写好了 这个谁喜欢怎么去写都可以 按自己的风格来 就像刚刚说的 把XY的投影 其实只要在它本身这个二位数组就已经是XY的投影 然后这上面的值代表它的高度 那也就是说这个值如果存在的话 只要不是零 那它就应该有投影 然后我们这个投影面积就是1 我们把这个1加到里面来就可以了 最开始我打算用这种一行代码的形式 直接使用reduce 给大家看的话还是好理解比较重要 还是使用了for 这里调整一下变量名 刚刚起来有点随意 如果直接用XYZ变量的话 刚好和这个题目里的一些概念重叠了 会造成不太好的影响 那么改成比较合适一点的 那么第一个层的循环返回的是一个 R其实是个数组 那么第二层循环出来的它其实就是Z的高度 如果有的话是1没有的话是0 那么回就好 第二个开始我们就需要回来看一下形状了 哪一面才是XZ哪一面才是YZ 如果把这些这个搞混了的话 最后也能做出来 那么讲的话我还是不要搞错了 搞错了 就有点丢人了 像刚刚回去看那里 我们看得到 1234的投影在X轴这边是X和Z这边的投影 是1和2是在一起的 3和4是在一起的 那么 1和2取最大值是2 而3和4取最大值是4 加起来是2加4等于6 那么这个层面 所以它结果应该是6 那么这边的话 1第一层循环我们就是拿到了速度 那么第一轮就是1和2 那么第二轮拿到的就是3和4 也就是说我们取这个速度就可以 然后速度里每个元素去把它算出最大值 OK 算出最大值 然后就在这个每一轮结束之后 也就是说 每一条投影 那么拿到这个值 再把下一条的投影加起来 最终把这个每一条都加在一起 就拿到了这个最终的投影结果 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去这个使用max或者是使用 三元云算都可以 下一个前面的这个就和上一个很类似 那么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取得 这个角度不同 在这个速度上反映的也就是你取得这个 维度的不同 那么维度不同表现在这里 就是我先要去便利他的 速度的 里的每一个元素 而不是刚刚那个速度 第一次因为第一层便利的速度 速度在上一个循环里 那这里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便利的速度 速度里每个元素 也就是说 刚刚 我们是便利的速度 一二做一层循环 三四做一层循环 那在这里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需要在 一三做一层循环 三四 和二四做一层循环 那么 从这个 所以这个层面来讲 要去注意一下 我们使用的 所以 然后还有他便利的 这个范围 要去注意一下 然后这里比较容易高混 如果 没高混的话 应该就这样子的 同样使用max或者三根 那么一般习惯呢 我喜欢使用max 最大值 然后这个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去验证一下 他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 离扣的上面的测试用力 就直接贴过来去用一下就好了 嗯 打印 那么调用 然后第一个 使用他的第一个 1234的这个例子 然后他的结果应该是17 我们待会运行一下 那16 生错了 那么很可能就是刚刚没搞乱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么我先看一下 加上断点 使用断点来进行调试 那么 每个return 这是一个通常的方法 既然我们主要有三个变量 我们只查这三个变量的return 就直接把整个的切成了三段 我们看一下这个变量 现在是 那么 是没错的 这个预期 也是没错的 那么就差在这了 这里应该是 4 6 还有7 那最后是6 那么这里 这里的这个 所以用反了 那么第一层应该用 然后用成了i 那么好 改过来 我们再去运行一下 ok 最后也正确了 我们再加一下其他的这个用力去跑一下 我们可以把预期的值使用注释加在后面 这样子就很方便去确认 最后结果是不是正确 ok ok 都是符合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代码提给LITCODE 让他去跑所有的他的用力 那不是意外说过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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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